欢迎收看,我是叶峰。在吉隆坡生活了快三年,这里方方面面的舒适和便利已经被我感叹并称赞无数次了,但今天遇到的一件事,值得我轻微抱怨一下关于一时到位的问题。 事情的起因是,我们作为马来西亚某国际银行的VIP用户被邀请参加周六中午的达西宴,这种事情通常婉拒就是了,但这回是个第一次接到我理财订单的客户经理,反复邀请我一定要来,甚至有些恳求的意味。 在我猜想,可能这段时期他没有别的客户能够邀约到,而作为他业绩的展现,我只要坐在那里,就是他保底成绩,令他当天在同事和行长面前不注意尴尬,于是日心一善的我就答应了。 约见的时间是中午一点,他短讯告诉我路径是营业门店的右侧直行左转电梯按三楼,似乎一切都很顺利,我们夫妻一起到达电梯门口的时间是12点49分,先生提醒我,最好等到55分再上去,这样既不是礼貌,也不会过于迫切。 这种细节他早已习以为常,我带着取笑的口气冲他说了一句,拜托,这里是马来西亚,谁会get到你这种用心? 说的同时,我直接走进电梯,进去之后就傻眼,因为按照这个电梯的布局,我根本不理解到底哪个才是三楼,直接有数字三的就有两个选项,还不包括按照顺序自己能数到的第三个按键,或者减去停车楼层之后的正向第三个,那就是四个选项了。 头晕脑胀又不甘心的我,于是把每个楼层都逛了一遍,仍旧没有找到餐厅,这不仅令我很沮丧,更是有些生气。 作为被邀请方,如今的态势反转了,我们在焦急地找一个吃饭的地方,但是却找不到,然后还要求助邀请方再次引导我去餐厅。 这种求助的过程就会有一种被怠慢的委屈心态存在,因为只有在非常想要得到一件事物的时候,才会费尽心思去解决这个问题。 当我费尽心思想要解决路线问题的时候,这顿饭对我产生的意义已经改变了,变成我饿了三天,急不可待,恳求对方一定要赏一口饭吃,于是邀请变成了恩赐。 我告诉客户经理,说我迷路了,找不到楼层,对方回答案件是UG3,要走出电梯右转,左转,再左转,才能看到餐厅,而且又说让我等十分钟,他在一楼有客户办理业务,马上就上来,交代了餐厅的同事会接待我。 如果说前妻安排交接不顺畅是偶发事件,这第二步显然又被踩雷。 一,交接的同事在哪里叫什么,我不知道,同事怎么才能发现我看到我,我相信对方也不知道,除非我碰运气顺手抓到的人,就是他同事,然后报上我的姓名,才有可能被引导到座位上。 但在我面前,脖子上挂银行胸牌走来走去的就有七八个,我去抓哪个呢?每抓错一个,我的气急败坏就会多一分。 二,在约定的时间告诉一个按时赴约的客户说还有别的客户需要他忙,而我需要等,这属于心理暗示的先后排位。 意思是你即便重要也没有旁人重要,有些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,有些事情即便做对了,但说错了也等于没做,甚至不如不做。 各种辗转之后,我们终于坐到了餐厅座位上,几分钟后,我的客户经理也慌忙走了过来,连声说抱歉,但我知道,他抱歉的内容只是感觉这是偶发事件,并没意识到是策划和意识不到位的问题,也就是说以后还有很多机会向别人说抱歉。 紧接着他的上司,也就是分行行长走了过来,向我递名片,微笑加鞠躬加递名片加转身离开,四个动作一气呵成,流畅度和完成度堪比奥运会体操选手。 因为没有超过五秒钟,餐厅又不用戴口罩,你至少让我看清长什么样子啊?来一次的作用是留下好印象,那么至少客气几句,做个自我介绍,再关照一下用餐,我算来算去,怎么也要有一分钟的时间,才对得起我先生站起来,接了他的名片吧。 再然后,我们每人收到一份礼物,包装盒极其精美,堪比Shanel的礼盒,就差一朵小白花了。 我抱着奢侈品开箱的心理预期打开了盒子,里面有两包消毒纸巾,一个一次性口罩,以及一小瓶消毒液。 我大脑的乱线越缠越厚了,合着,这家银行为了让我们尽快忘记它的存在,送的都是一次性用过就扔的东西。 即便上面批肤的预算有限,送个玻璃水杯印上logo,只要够好看,也能用几年呢? 每次用,都会想到是这家银行吧? 这场策划到底是谁做的,薪水领得如此心安理得,做的却是处处减分数的设计。 三种小礼品,三个公司的品牌,没有一家与此间银行有关,银行在利用自己的资源倒贴前,帮谁做广告呢? 之前提到过我也有点小生意,所以习惯性喜欢复盘别家的服务流程来供自己参考。 几分钟的时间,我已经想出了好几套的解决方案。 比如每个客户经理在预约当天的上午,需要给自己的客户打电话确认是否会按照约定赴约,在约定时间的前半个小时,再确认一次是否出发,并同时告知在银行门口会等着他们。 我想,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的时间一定有的,因为具体到某一个客户经理,当天接待的应该不会超过三组客人,如果超过了,那么说明他自己的业绩显著,佣金多多,雇个临时秘书打电话仍就是没问题的。 然后银行设置两个人负责接待和引领,从下车到引导去餐厅坐下,两个人轮流交替,接管门口迎宾的位置,确保不空缺,就能保证每个客人不迷路。 至于礼品属于锦上添花,如果没有好的创意,那你应远没有,但不论怎样选择,让客户对你记忆深刻才是关键。 所以时常要用到的,而且还耐用的生活用品,令人爱不释手,不忍丢弃,才是首选。 当然还要美观和不俗,天天用,天天加深对品牌的认同和好感,一定比那些一次性口罩和纸巾这种画风清奇的创意要好上许多。 比如精美的玻璃水杯,充电宝,哪怕是一只十几元的签字笔,以上这些都可以是印上logo的。 客户用到的这些带国际银行logo的产品,即便东西本身不贵重,但优越感仍旧存在,因为代表了银行VIP的身份。 以上只是普通段位,花钱就能做到的事。 如果对自身价值估计准确,则可以拿着自己国际银行的大身份,以及每年大客户的数量为诱惑,去和一些同级别的国际品牌谈联名合作。 只要利益释放的分寸恰当,不仅能解决客户礼品问题,自己也能赚取可观的佣金。 当然,操作细节说来话长,如果有可能,以后可以展开来说。 另外就是说话的艺术了。 若换作是我,在一楼银行有客人办理业务令我脱不开身,我会回答预约的客人说,一分钟,马上来。 然后叫来旁边同事告诉客人行貌,让同事先冲过去稳住客人情绪,一定比给现场繁忙的同事打电话更快。 且特意为某位客人冲上来的迫切样子和急促的呼吸,都会让对方觉得很有诚意,忘掉之前辗转的不愉快。 同事会帮我解释说,我会晚几分钟上来,因为在帮你们准备礼品,而绝不能说有别的客人所以才迟到。 当我真的上来之后,只是顺手拿了当日公派的礼品,换作由我亲自送上而已,却可以成为我迟到几分钟的理由。 这个环节其实有很多种设计,万变不离其宗,只有一句话,我今天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你而做,此刻我的心里只有你,没有别人。 而行长五秒钟递名片这件事,在我看来是当天最大的资源浪费。 因为VIP客户的资料和经济实力在你的下属们那里都可以听到汇报,正常的投资额度和选择只需要下属去沟通就可以了。 行长的出现是要有更大作用的,比如提前一天做下功课,了解谁是明天大客户,到场的时候着重花五分钟的时间去那个桌前做下自我介绍,并且留下深刻印象。 告诉他如果有新的投资方向和不容易操作的产品,可以通过理财经理向他求助,维持短暂攀谈,而不是突然闪现,甩下名片之后又迅速消失。 好像什么都做了,又好像什么都没做。 再者,大boss出山,一定是千呼万唤有人引领的,至少是客户经理在和对面的客人聊了聊,然后说可以引见行长,出来见个面,请稍等。 然后在客户经理的带路下,行长才会走向你,这在中国叫做抬轿,众人把你抬出来,和自己跑出来追着地名片相比,前者显然不落身价,还能更赢得尊重。 既然出来了,当然要成交业务经理成交不了的订单,提供业务经理给不了的价值,才是行长应该展示的实力。 即便不是当场,也会因为行长的深刻印象促成后续大单的产生,这是行长的职责和能力范围,能占着优雅地挣钱,为何要放低自己去求财呢? 经常和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聊天,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话题,就是中国前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,以及对中国竞争激烈,高度内卷的情形,往而生畏。 其实,如果是这种程度的卷,反而是良性地互相促进,而不是像我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形,徒有其表,好像什么都不缺,但具体到某一个单象,却总是似是而非,没有发挥真实的功能和作用。 而这些,甚至我都不敢说是商务礼仪或者服务精神的核心,因为这几乎是很多普通的人家都能想到的事情。 比如家家都会有婚庆仪典,提前一两个月就会周全布置双方宾客数量,座位排列的顺序,相互熟识的程度,谁和谁有救援,不能坐在一起,谁和谁有利益合作,需要坐在一起,把什么样的人放在同一个圆桌前就能掌控这十个人的情绪走向,而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。 新娘的礼花定制,宾客伴手里的选择和分发,全都是斟酌了再三,选了又选,选到让90%以上的宾客都喜欢的内容,而这些只是中国普通家庭大都能够做到的程度。 所以,我说了什么商务交往的高难度操作手段了吗?没有,我只是在说寻常人的寻常事。你可以享受一个环境的安逸,但并不能作为变得大脑顿话的理由。 我是叶峰,一个月是总爱榨出点干料,寻求最优解的人。从前领薪水的时候,我可不是这样的人。那时候用到最多的内心台词是,这关我什么事? 而后来,要自己负责别人前途命运的时候,突然就开始想这些问题了。前几期有人留言,夸我嚣张。如果是这种程度的嚣张,那后面我还能继续施展一些。点不点赞你随便,下个视频见。 point,练 отсELIX 击点击。 点击点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